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雪南好 博洋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雪南好 雅光雄好 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日子非常特殊 7月1号 我们在中国大陆长大的都知道 今天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党的生日 诞辰 这同时也是中国特别行政区香港回归37周年 27周年 所以这个日子其实很有意义 可以谈的东西很多 但是我们可能首先还要谈的是美国的事情 就是四天前两位美国总统竞选人 这个民主党的拜登现任总统和共和党的川普 前总统举行了首次面对面的这个电视辩论 这次辩论有大概5000多万人观看 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观看这个辩论 我先说 对啊 我是看了这个 从头到尾一个半还是都看了 你就看了 然后这个辩论会以后的CN台的评论 还有其他主流媒体的当时现场的评论我也看了 就总的感觉就是跟大家反应的一样 跟着主流媒体看法一样 拜登表现非常糟糕 我感觉精神状态很差 就是那天状态很差 是不是用药了 或者该用药没用药 反正造成他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第二天星期五的时候 他到北卡还是南卡去演讲的时候 反正那个状态倒是像是个竞选的样子 那天他状态是确实很糟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特朗普上台的时候 打他步子上去 步伐很坚定 步子迈得很大 辩论完了以后呢 特朗普呢也就是转身就离开 这步伐也没有什么变化 站那么多长时间 他也没什么变化就走来了 网上流传了一段录像 就是拜登走下台阶 由他的太太第一夫人 吉尔·拜登 把他扶下来 那真是 参谋认动 那个状态 我不知道那个状态 他走下台阶 那个视频 我不知道 小男和伯阳你又没看到 如果那是真的话 你看到了 如果那个镜头如果是真的话 那他真的是体力太差了 参谋认动 我感觉他不会胜任 第二任美国总统 这四年的这么繁重的 我先说这么多 那亚光 你虽然没有具体的说两位总统的这个 就是辩论 具体辩论的内容 但是从你这样子短短几句话 意思是 大概这次辩论应该 川普是赢家 拜登是输家 对 这个完全是 这个结论完全是这样子 就是马上 CNN当时就做了 第二当时辩论 马上就做了这个调查 大家认为百分之六十几的认为 这一场辩论是川普 战赏过 川普赢了 他这么讲的 这百分之三十几认为 这个拜登是战赏过 川普呢 我是感觉这一次呢 他的 这是他应该是 参加第三回 第三个年度 参加总统辩论 2016年第一次 跟希拉里辩论 2020年跟拜登辩论 这是2024年 就是第三次 我觉得他是 台风越来越稳健 2016年的时候 他还有点像 有点像愤青老愤青的感觉 有点就是 挑衅性的说话 挑衅性的说话 这次呢 他基本上处于一个 比较稳重状态 我先说这么多 我觉得他的观点 观点咱们 他们两家 两个人说的观点 咱们再说 再说就是 台风和 身体状况 台风明显 特朗普是 有很大进步 也就变得 沉门老量了很多 对 身体状况也很好 这样 这个我是 同意 就是说 基本上 他 基本上没有 打断 拜登 就是说 基本上还是 比较遵守 现场的规矩 虽然拜登 说的有些话 他不同意 但是他 做了一些表情 基本上还是 让对方把话说完 所以 亚光说 川普 这个台风 相对来说 比较稳健 和以前相比 还是 显得 成熟了 郭阳 你怎么看 我同意 亚光的观点 拜登 从辩论的 这场辩论来说 确实他是 可以说是输了 无论是民调 包括他自己也承认 第二天他不是说 像亚光说的 他自己也承认 我是老了一些 他自己也承认 就是因为 头一天的辩论 他表现不佳 但是就是说 咱们 然后 就刚才 他们说选举 然后就说的是 这场辩论 如果从选举的角度来说 就是 因为毕竟还有 好几个月 这个拜登 他背后是 是民主党 他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背后有整个 民主党的支持 所以说最后要说 最后的选举结果 这个还是 确实是不太好说 不太好 不太好预测 郭阳你的意思是说 虽然从辩论本身来说 似乎拜登是输了 但是可能并不一定 就能够确保川普 就会赢得大选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我是这意思 你比如说 就是我看这 完了以后 虽然好多人 什么包括 包括那个媒体 包括纽时啊 什么的 我看英国经济学人 什么的 都发表 都发表 那个劝退的这种声音 但是民主党内 说从 从那个纽森 然后到 佩洛西 到像今天 好像是把那个谁 那个拜登的这个国务卿 布林肯 都对布林肯 都对这个拜登 还是非常肯定 而且都认为 临阵换将 不太好 而且我看今天 好像民主党 有做决定 就是说 可能要提前 不要 就不等到这个 8月份的那个 全国的一个 national conference的时候 就是 把它 就是确定 它的总统候选人资格 就是说 有可能提前 在7月份 就是 把它的 就通过它 作为总统候选人吧 就说这样呢 就是说 提前把这件事情 确定下来 就是 在党内形成 就是稳定 形成 一致对外的 这么一种 这个 这个选举气氛 我觉得 所以 所以说 这个选战 到最后 不太好说 那么 就是说 咱们抛开 所有政治上的 这个 分歧 就是 两党 不同 这个 共和党和民主党 不同的阵营 包括现在 民主党之内 出现了不同的阵营 就是有一派 希望 拜登赶快 就退下来 换新的人上 那么还有一派 就像刚才 欧阳说的 觉得还是应该 林郑 这个 稳住阵脚 不要林郑 换将 拜登仍然是 最佳人选 就是说这个阵营 现在分的 就是有点多 抛开这些 咱们先不提 就是说 从咱们选民 或者说 美国 这个 美国老百姓 这个角度来说 拜登目前的健康状况 就从客观角度来评价 他是不是适合 在担任四年的总统 就从他辩论的这次表现 或者说 包括辩论以前 已经发生的 很多这个状况 就包括走绳啊 忘词啊 这个发呆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这个 包括出现一些年纪大的这种 就是说 手脚腿这些 配合失灵啊 这些状况来说 他适不适合在担任四年的总统 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 我再光说 那个 这个 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其实我们 咱们三个人做这个 时事谈三人节目 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咱们从特朗普 跟拜登上司在竞争的时候 我们就 就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四年前就讨论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大家都认为 这个民主党 由于受他那些极左派 那些那些那些人的要挟 有可能拜登上台的话 可能会采取一些很左的 这个政策 这三年多来看 其实拜登上台后呢 我觉得这总统做的 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比我们在2020年 讨论的时候要好很多 他没有采取那些极左的 那些就是所谓这个民主党 那个极左的年轻的私人帽 那些那些政策 那些叫嚣的政策 他并没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也把特朗普政府 都时候的比较好的政策 都延续下去了 并没有推翻重新来 所以这个第三点呢 他对经济形势 总体来说 我觉得他做的应该是多个的 所以呢 我从我个人感觉呢 拜登如果继续竞争 下来是对美国国体 继续竞争 竞选总统 对美国整个国家来说 是比比较好 比挑出来一个不清楚 不熟悉的人 比方说这个副总统 这个这个Harris 或者其他什么人 我觉得都要好一些 就风险要小一些 当然从我个人讲的 我总认为就是民主党 还是代表了比较左的这个利益 这个这个利益 民主党政府的政策呢 是大政府 高福利 这个剥削中产阶级 这个攀剥 有钱 他强调的不是说把饼做大 他强调是多分饼 怎么分饼 共和党呢 政策呢 虽然特朗普这个人 为人看起来有很多问题啊 咱们先放开不说 但是他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是强调把饼做大 他是这样比较 他是这个政策 政策是对的 那么回到想来 你的话讲 拜登 我认为在民主党当中 这个拜登还是比其他的 潜在的候选人 挑战者 还要好一些 所以从这角度讲到 我觉得还是拜登继续参选 可能是一个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嗯 郭阳 就是说 你看就是这个选后民调 就是说拜登还是在 还是维持了百分之三十几的支持率 就这些 就这些都是死忠的 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 就是甭管他什么状态 他也是支持他 所以说 那个像刚才亚光也说 就是拜登看来是唯一的一个 就是在 在民主党内能够 集聚民气 人气的这么一个 一个候选人 所以 所以 我觉得就是 就是说 对川普来说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挑战吧 就是 这到11月份的时候 这个 这个路四水手 真是 不好说 嗯 嗯 我觉得是这样 我刚才其实想问的是啊 就是说 呃 拜登作为 这个 一个 呃 几十年在美国政坛上的 这个这个体制内吧 可以说体制内的一个 传统的 传统的政治家 啊 他 可能这个整个在 民主党内 他是像亚光说的 他基本上可以算比较 中间派吧 就是说 不偏左啊 也不偏右 基本上还是比较 稳健的一个传统的 政治家啊 所以呢 政策上来说呢 可能呃 不会有太过激的行为 但是我刚才 其实可能问题 没有问清楚 就是说 他的这个年龄 和他的这个健康状况 主要是他的健康状况 他适合不适合 在担任美国总统 担任全世界 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总司令 啊 换句话说 如果他万一出了状况 谁来接他的班 这个接班的人 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对 小男 对 他这也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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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问题 两个方面 就是第一 他本人还能干多久 有效的 作为这个行使总统权力 做出明智的决定 而不是说 已经自己脑子有点糊涂了 基本上就下面人怎么说 他周边的这个智囊团呢 或者是顾问呢 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他自己如果万一 他真的 不行了 失去了这个 是吧 决定能力了 这时候 我们考虑到 谁 是下一个 是吧 智掌美国最高权力的人 这两个方面 我不知道两位嘉宾 怎么想这个问题 对 小男刚才 我去想讲到这点 我一下子说 说差了 我是这么讲的 我是这么感觉 就是说 其实拜登 他的身体状况 在他第一任 这三年当中 已经 已经状态也不好 比方说 上星期四 晚上那边的 就显然状态 非常糟糕 这个身体状况 很糟糕 那我是觉得 他如果再干四年的话 假设他在 又被决定 再干四年的话 他的身体状况 就算坏 他只要不死 他只要一口气 我觉得他这个政府 还是比较稳健的 你看他这一任 四年这个政府 从他的主要的 内阁成员 财政部长 这个国务卿 国防部长 他都比较稳定 他没有什么大变化 这点是跟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 那个人员坐马 都是换这个 有很大不一样 很大不一样 所以他的政权比较 他的班子比较稳定 那么就是他班子 比较稳定的时候 如果拜登就说 只要他有一口气 他哪怕就是他不行了 我觉得他这个班子还是 他这个执政班子 这个内额 还是比较好的 能够比较 沿着已经既定的方针 就走回去就行了 他们只要能保证 既定方针走回去就行了 那么这时候 如果他真的 要是去世了 副总统 副总统 这个 哈里斯 这个人是 我觉得这个人 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他没有真正掌握权 我们不知道 他到底他都先搞些什么政策 但是只要 这个财政部长还在 国防部长还在 这个国务星都还在 美联储主席也不变 我觉得好像也不会 坏到点去 我是这么说 他说 这个拜登到底说 这下再干四年 能不能 身体条件 能不能允许他干到完 我觉得很难讲 他这个状态 衰退的很厉害 很难讲 但是因为我刚才分析 上次的原因讲 就算他不行了 哪怕就算他走人了 只要他这个班底还在 应该是问题 不太大 嗯 欧阳你怎么看 对 我完全同意 雅光说的这一点 就是说 现在对于民主党来说 关键是打赢选战 所以说 只要 只要能赢得选举 就 就像万一将 将来出现状况 出现那什么 他毕竟 贺锦丽 这么多年来 他跟这个 就是三年来 跟这个 就整个这个团队吧 其实 还是没有什么 没出什么状况 不像川普 川普这四年 有四 内阁成员 一共四十四个 换了两任的 这个 这个 国务卿 这 他这个 有些变化 所以他这个 还是稳定的 所以民主党 可能就是在赌 就赌 只要是我能 赢下政权 完了 那就再说了 就是 嗯 好的 我们现在 到广告时间了 我们 听到广告 然后再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照西雅图 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 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 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 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 到crsradio at gmail.com COVID-19还在流行 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 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像是多喝水 多运动 睡眠充足等 还有 只要感觉生病 就应该立即做检测 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 及社区机构 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 想了解详情 请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警自检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 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 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 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 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 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 事实上 95%的华盛顿青少年 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 都没有那样做 所以 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 并记住要保持对话 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 请访问starttalkingnow.org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好的各位听众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4年7月1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仍然是我们的两位老朋友 他们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 李博洋先生 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徐亚光先生 我是主持人小南 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四天前在美国举行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辩论 刚才两位嘉宾也都发表了非常这个好的意见和评论 就是说虽然这个拜登现在看起来年纪很大 但是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说 他的健康状况或者说他的这个表现 还不足以让这个就是真正就把这个候选人给换掉 像用雅光刚才的话来说 就是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 那么他现在的只要这个班底不变 那么这个寂静的政策还是会继续下去 就是说这个从整个国家来说 还是会比较稳定的 我提到就是说万一他不行了 是吧 谁是接班人 那当然我用贵言 就是说现任副总统 这个Harris是接班人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Harris上台作为总统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也有可能他就是说这个一切按既定方针办 就是按照这个拜登的既定方针 是吧 部长各个部长全都不换 这个国务卿也不换 就是继续走下去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这个一旦权在手边来把令刑 这个也可能上来 我觉得其实我看这些部长 这个早就不顺眼了 只不过我是副总统 没什么话语前 好了 现在我大权在握了 白宫的主人是我 老拜已经是吧 稀里糊涂的在一边了 或者真的已经过去了 那我就开始大规模的换人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 那肯定是有的 这个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说这贺锦丽是个未知数 他当总统怎么样 是个未知数 拜登当总统什么结果 特朗普当总统会是什么样的 都是已知的 已知数 这个变量是已知的 贺锦丽 纽森 这都是未知变量 这就风险比较大一个 对 所以呢 就是 从选民的角度来说 如果说 为了比较保险 如果这个 是不是 把拜登换成一个比较年轻 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候选人 就从民主党的支持者来说 是不是换人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是应该换人 我觉得是应该换人 应该给相对年轻的一些人的一个机会 就是确实是应该换人 但是 目前来看 好像是 好像是除非 就是拜登自己宣布退选 否则的话 就是民主党 现在他没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 因为他已经通过了 那个党内初选了 他已经通过这个初选了 你现在没有一个机制 让他退一些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可能咬着牙也得 就是 推举他了 当然要有年轻人 那肯定是好事 就包括像 这谁 这个黑利不也说了吗 说这两个人都不适合 他都不适合选总统 就包括川普 他指的就是在年龄方面 身体健康方面 所以可能 这个民主党可能有自己的考量 就包括像雅光说的 就是说 万一拜登在任上不行了 毕竟还有 Harris 就说你比如像我跟我 我问我女儿 那他就支持 他就写 他们年轻女性 他就支持这个Harris 就是说这个 所以说他还是 他没把这个可能当成一个问题 就是万一 那个拜登在任上 怎么着了 他可能 他只要是能 民主党赢得大选 他们可能更多的考虑的是这个 其实我也在同意博洋的观点 就是说 就是说换人也不错 应该试试 给别的年轻 年轻一些的人一些机会 我也其实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说 就从另一方面讲 这国家要发展 总是要靠年轻人 靠一代一代 更年轻的人 总不能是当些老人在干政 这个肯定是 肯定是这样是对 年轻人是对 给年轻人机会也对 只是这次我注意到一现象 就不像刚才你讲到的一点 就是 这个反对 拜登在连任 在竞选的人 都是知识分子 都是新闻界的 都是名嘴 都是这些人 然后支持他 全是政界的元老 比方说佩洛西 什么纽森 还有众议院的 少数党的领袖 都是这些政客 都支持他 所以这个事情 我感觉好像 换人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毕竟 这个民主党 操控民主党的这些人 不是那些记者 不是那些新闻媒体的人 不是那些学者 还是这些 刚才讲的这些政坛人物 民主党的老派政坛人物 所以大概换人的可能性 只要拜登自己不想换 我大概 他被换人的可能性不大 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可能新闻界的这些 比如说 这个著名评论 评论家 这些专栏作家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 从选民的角度来考虑 就是说 你是不是能做出最佳的判断 能给选民做出最好的决定 而这些建制派的 已经在位的这些成员 他更多的可能是考虑 就是说 我跟这个现实总统的关系 是吧 他如果下去了 那新上来是谁 我能不能影响他 或者说 如果拜登周围的人觉得 如果拜登下去了 那我们这些人的权益 怎么获得保障 是吧 拜登当总统呢 是吧 我们周边这些竞选团队的人 都会一官半职 最起码的是吧 所以这些人可能更多的考虑 是他们个人的利益 而不是真正从选民的角度来考虑 是包括参议院 众议院的这些民主党的领袖啊 他们觉得 拜登我们已经和他工作这么多年了 是吧 这个什么事都知道 也比较容易 换个新手上来会是怎么样 不知道 能不能这个 是吧 继续发挥我们的作用 这些都很难说 所以也可能这个是 民主党建制派或者掌权派 他们现在不想换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说 也可能考虑个人利益 多于考虑真正对美国选民的利益 对 这应该这是一个因素 就包括这几个 就几个年轻一些的 就最近有些 就是 潜在的吧 这些民主党内的这些其他候选人 其他可能替代拜登的人 都是地方 都是地方的州长 几个都是地方的州长 所以呢 就全国性的影响力 也小 也是就没有完全进入到 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全国性质的这种范围内 所以像刚才小南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就是说他只能可能在地方有些影响 就是说 就是对整个这个全国的这个把控 还没有到达那个火候 所以这也是这些大佬像克林顿的 奥巴马呀 他们这些人还是跟拜登这么多年的老朋友 老关系 所以再维持四年 可能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想法 我完全同意薄阳小南你们的分析 就是说 这些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这些人 他们的是既得利益 他们主要 只要拜登还继续竞选 继续在这个是民主党的领袖 他们这些建制派的个人利益 没有受到什么大影响 而突然上了一个纽森 或者突然说是贺锦丽现在上了 那这个事情啊 他们他们的位置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那就不好说了 所以这些人 包括这个这个国务新 贝林肯 都是说坚决支持拜登 当然了 那要是新的西线的一个总统 那这个国务新到底谁当 就不行 只要拜登当总统 那他还会继续 他还会继续当国务新 他是有这些利益在那里考虑 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说 就是我看到这两天 我看到有一个 就是说还有一个 谈到了那个民主党的金主问题 就是说这金主 就是说他现在是不是 还要继续支持拜登 如果这个金主 还在继续支持拜登 拜登 如果他的竞选资金 还是足够 还是非常充沛的话 那这也是他继续 选下去的一个原因 如果这些金主 最后就是说 如果绝对不再给他捐款了 可能这也 反正这也是一个考量的因素吧 他现在好像有 两亿的竞选基金 好像是 是多少 是不是 谢谢 对 这个 不要你说到金主的问题 我个人感觉 金主可能不会有 有什么改变 因为就像投资一样 我已经投到这个人 这么多 对吧 几百万几千万 那你这时候让我再换人 那我前面的钱 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所以可能还是会继续 维持现状 这个所以从各方面的因素 来综合分析 基本上 我觉得民主党 临阵换将的可能性 是非常小的 你们是否同意这个判断 我是同意 我同意小男 你小男 不要你们说 就是你刚才说金主的问题 我就想说 想补充一句 就是金主呢 实际上 他的看法呢 是跟投资者是一样的 他们对这些人的压宝 压在谁身上 他们这个看法呢 跟投资者是很像的 他们最不喜欢的是 不确定因素 他们最喜欢的 能得到是 就是这个压这个宝 压的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就变量是一致的 他们最喜欢这样 所以对那些 现在新上来的人 虽然新上来的 不然我其实很同意的观点 就是新上来的人 对国家带了一些新的气象 是有好处的 国家现在毕竟 这两个领导人太老了 可是呢 作为金主来说 我压给这个人 这个人到底上来会怎么样 这风险比较大 他就可能就会 不愿意做这事情 对 还没说 还是没时间在这样子吧 他拜登也没那么糟糕 不就摔两根筒吧 就说话有点结巴 就好像有时候 还没刘哈拉子嘛 嘴巴张得挺大 但是还没到刘哈拉子的地步 我就看这个 这个拜登在这看着 瞪了眼睛 看听着特朗普在讲的时候 他瞪了两眼的嘴巴 那张的样子 我真担心那个 是不是嘴巴流出点东西出来 好歹没留下来 还行 对 今天 对 今天我看了 就是一个 他2020年的一个竞选的 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镜头 就是那时候还是 还是看着还是可以的 还是 就是反映啊 那种 那个 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回 这个实在是 有点刺 最后就像刚才你说的 最后 就是说是最后太太 把他给掺下来的嘛 完了 就像哄小孩似的 跟他说 你回答了每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就是 这个 这个 所以我担心的 就是说人 到了这个年纪啊 就是健康状况 他的下降啊 他不是说 一年一个样 或者说两年一个样 他很可能是 一个月一个样 就是说他每况愈下 他可能每一天 都在发生变化 所以 次年是个 很漫长的时间 到 这个 也可能到 拜登接任的时候 就是连任的那一天 他已经非常 这个举步维艰 包括 雅光刚才说的 那个 控制的 现在还能控制 这个哈拉子 那时候就控制不住了 这个时候 对美国的 国家形象 对美国民众 对选民 应该来说 都不是一个 最佳的选择 是吧 这个 这个 难道美国 就真的没人了吗 难道这个 只有 民主党内 只有他能竞选总统 不是 我觉得还是 可能个人的 考虑比较多 包括拜登本人 因为 权力这个东西 就像毒品一样 他是有影的 我是吧 享受最高权力 掌握最高权力 说到处都很风光 对 那一般来说 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 我是不会放弃 虽然我自己也知道 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是吧 我可能出来辩论 我一定要带尿不湿了 或者什么 要吃药了 要这样那样了 但是 我觉得我还能撑 我就要撑下去 并没有真正的 从选民 从对国家利益的角度 来考虑 就是说 怎么样做 你是在对这个国家 真正有好处 所以这个事儿呢 我们也改变不了 我们只能 作为这个旁观者 来评论一下 我记得三月份的时候吧 那时候躺的 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 我要选 就是为了要打败川普 那个好像就是说 只有我能打败川普 所以我要选 好像他那时候 表达过这么一种观点 当然他可能 可以这么认为了 但是 也可能换一个人 可能川普被打败的 可能性更大 换一个年轻的 是吧 更有朝气的竞争对手 也可能 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想 哎呦 这你今天派的 你就成这样了 你说 那我们还是去投川普 川普至少看上去 比你要 你要是吧 这个脑子还要清楚一些 这个至少身体还可以 是吧 经历啊 说话 各方面就还比较正常 这个已经老成这样了 这个不是歧视老年人 而是说 有的人可能90岁 都还很清楚 但是拜登至少 这个在80岁出头 这个状况 确实是很令人担忧 就在总统两位候选人 两位总统候选人辩论的那天 就是上周四了 四天前 这个中国大陆那边也传出来消息 就是有两位前国防部长都被开除了党籍 这个虽然外界早就有评论 这个觉得这个李尚福 就是前任上一任国防部长 因为消失了 跟青刚一样 就是消失一段时间 那都知道他肯定要不行了 但是这个魏凤和 就是李尚福的前任 也被开除出党 这个并且两人都要被移交检查机关 这个还是有点让人意外 而且这个北京发出的信息 就是非常就是非常模糊 就是说这两个人到底为什么呢 说是行贿受贿 一个人行贿 一个人受贿 再一个就是说 这个好像 没有 这个维持一个这个中共党员的基本标准 是吧 这个 就说的那些言辞吧 都是 就是非常这个非常模糊 你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他就是贪污了吗 就是受贿了吗 还是说 有其他的什么问题 因为 行贿受贿 这个在中共现有的这种 政治体制中间 几乎 不可避免 那你要拽一个人出来挖一挖 可能都送过给 给上风送过礼啊 或者 这个下级啊 也给他送过钱 送过这个那个 那么为什么 偏要把这两个人给 抓出来 是开除党籍有这么大的这个动静 这外界不知道 我不知道两位嘉宾 关注这个新闻有什么想法 先说两句 我是感觉就是说 我是看到这个凤凰卫视报道 就是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 对于李 李尚福和这个魏凤和他们这两个人的处理的这个 这个这个决定 全文报道看一下 我注意到有这么一差别 就是讲 讲李尚福 李尚福的时候是是在 说他还有 行贿罪 行贿的罪行 呃 魏凤和那是有社会罪 就是李尚福呢 又有行贿 也有社会 当然讲他行贿 所以 所以你想他什么时候行贿 他的行贿 应该是在最近就是我是感觉因为很有可能在二十大前后要升国防部长 国务委员这时候他可能在行贿 有可能是这个时候行贿 这个因为这个他的行贿对象很有可能是跟就是魏凤和 或者这两个人怎么下几块都下去啊 这两个很有 我是完全猜想因为这透露信息非常少 我们不清楚 我们只能说猜想一下 呃 军内党内军内的这个行贿受贿的风根本没有杀手 所以就说你这十多年来反腐防腐呃 这些行动呢 不客气的讲就是都失败 没有没有遏制住贪腐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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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气 根本没有遏制啊 从李尚福和魏凤和这两个人最近被处理这情况下就是就是说 这防腐这反腐的这个整个这个行动 整个这些活动都是失败的 没有是根本上解决问题 好的谢谢雅光 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 我们听一段广告 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scbac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COVID-19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 别担心 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 免费接种最新疫苗 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te、Tricare或CHIP儿童健保计划 也涵盖免费的COVID-19疫苗 请浏览vaccines.gov 扩置电1800-525-0127 并按紧自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 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4年7月1号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美国常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 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 我是主持人小南 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说 这个一个是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 发生在同一天的 这个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个重磅消息 就是两位前国防部长同时被宣布 开除党籍并移交检查机关 那这两位前国防部长很可能最后就是要在 监牢中 渡过下半辈子的很多事件 那刚才亚光讲到就是说 李尚福和魏凤和这两位前部长被指控的罪名略有不同 一位是社会罪 那么一位是这个行贿和社会罪 就是说李尚福应该是行贿和社会罪都有 是吧 那么这个所以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行贿 给谁行贿 刚才亚光提到的可能就是像他的前任 魏凤和行贿 那么这样子魏凤和可以推荐李尚福来接任自己的位置 我个人觉得呢 有可能魏凤和是他行贿的对象 但是肯定如果真的有行贿 真的想要接任国防部长 这个魏凤和是决定不了的 这个是需要中央军委的最高层 那就是如果说习让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来决定 就是说你们推荐一下下一任 你们觉得谁当部长比较好啊 那么这几位副主席都有推荐权 这个所以李尚福很可能就是想不止一位副主席行贿了 包括现在已经有人提到的 就是说张有霞作为他是第一副主席吧 那么排名第一 所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也提出来请两位嘉宾考虑 郭阳有没有什么 对你刚才说的我也看到了这方面的报道 我就想接着亚光刚才说那个 亚光刚才提到就是说 就是说魏凤和和李尚福实际上都是在习近平任内提拔 上任的就是说如果说最早的时候 徐才后和那个郭伯雄那时候是江泽民的人 那个为了排除一级 这个把他们俩给制裁 给制罪 这还有的说但是这两个确确实实像 像这个像这魏凤和是2018年到2023年吧 当了五年国防部长 就这这完全是习近平的提拔上来的人 但是说如果就这两个人在都出现这种问题 可以也就刚才亚光说呢 就可以说在习近平在这个军内的这个 惩治这个腐败 这可以说是 因为他上任就是主要就是以这个出名的 就是反腐出名的 结果还有这种情况 那就是真是失败了 确实是失败了 就刚才小南你说就是说 他是真是因为就是腐败问题吗 所以所以呢这个也可以也可以 我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腐败应该肯定是有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可能关系到整个这个包括二炮 因为这个这个他们这是 魏凤和是从二炮出来的吗 就是说这个包括这谁是装备什么装备设备部部长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这采购中 还有中国这个这个军备这个到底能不能打仗 这可能都跟这些腐败都连到了一起 所以这可能是习近平 习近平最为担心的吧 而且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个士兵的尸体 就是说现在如果要准备打台湾能打吗 就是说这些装装这些采购的这些装备 符合不符合战备的要求 所以这可能有都有这么一些背后的一些因素吧 伯阳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位现在被抛出来 就是开除党籍移交司法 很可能和之前几个月或者去年以来 所传的这个中国火箭军 就是说二炮的这个事件有关系 包括前外交部长秦刚被录下来 可能也是和火箭军的这个几位高官的下马 好像也有关联 秦刚好像就就最近这一两天 好像是好像是有点有点消息 就是跟他们好像还真不完全一样 说秦刚我看说秦刚这回调任 世界知识出版社当副社长 就是说对 有这么一说法 就说看来他可能仅仅是 仅仅是跟那个 那个那女孩叫什么 跟那个 傅小贤 只是这种关系 在其他方面好像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我这就昨天和今天看到 那那博洋世界知识出版社 应该是个处级单位吧 能到处级单位吗 顶多是个举级 顶多是个举级 那就是从一个副国级 说连降N级 连降多少级 加到一个副处级 或者副处级的一个位置上 这个挺好 这只能体现了共产党干部 能上能下 做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对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可以说就是说 秦刚是基本上 不想动他了 就是说基本上 这个人被 被保下来了 只是不用他了 是吧 将来能不能东山再起再说 像以前曾经有过 这个政治局委员 这个书记处书记 胡启立 后来被降到一个副部长 好像是 这个电子 电子部的副部长 电子工艺部 对 电子部副部长 但是这个 至少那还是个副部级了 就是说这个世界知识 这个撑死了 可能就是个 可能是个旧事的狙击 是吧 不过这个还有待于 对 这个房间传说太多 对 但是刚才雅光 和这个国阳都提到 就是说这两位国防部长 是吧 担任这么关键的职务 当初提拔他们上来的时候 那中共中央组织部 是吧 中纪委 所有这些审查干部的 没有对他进行审查吗 他们所犯的这些 行贿受贿的罪 只是在他们被提到 国防部长以后 才犯的吗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 就是说 你提拔的时候 好像都说 肯定是说了 一大堆好处嘛 这个组织部要写鉴定的 提拔一个是吧 这样一个这么重要的职务 每一级干部提拔上来 组织部 各不同级别的组织部 都会有个鉴定 该同志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是吧 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 是吧 这个不忘初心 不拉不拉 怎么 干了几年 反而都变成坏蛋了 是吧 这个 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就是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本来当然 中国老百姓 是吧 也本来就是吃瓜群众 也本来就是说 谁上谁下 他们也做不了主 就是看着 看着这个 发表发表评论 当然评论 也是得有限度的 就是你评论过火了 自己可能也从吃瓜群众 变成吃茶群众 被请去喝茶 但是至少我觉得 从一个现代社会 是吧 提拔一个官员 一个官吏 我们从民主 这个社会的这个角度 讲对 一个官吏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务员 一个为纳税员服务的 这么一个人 那么纳税员本身没有决定权 那么有决定权的人呢 你们提拔上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小南刚才你说的都是 一个正常的程序 就是各级组织部门 一道一道审查 一道一道严格 但实际上 现在是问题 整个这个系统 它已经烂了 就是已经都 都不是在正常的 正常的按照标准 党的选人的标准 来选人了 所以是不是在这其中 每一个部门都涉及到腐败 都涉及到行贿 受贿 这 我是觉得都有可能 现在实际上都只是 像咱们就知道 所有的这些 这几个 连着这几个国防部长 这就是 没有一个没问题的 所以说就包括现任的 没准过几年以后 也被查 也是有问题 所以说这整个机制 这个把关的人 现在实际上可能都出现了问题 都是 这个 我今天还网上有流传一个段子 不是一个段子 一个编的一个东西 说 从十二大以后 中央军委一共查处了97位将军 说整个编成一个连长 连部 连长 指导员 副连长一大队 凡是上将 大概有七八名 这个就处理 包括最近这两位 魏宏和李尚峰 97位将军 这个 就是这个苏可不是小数 这些人呢 没有一个例外 全都是贪污腐化 全都是金钱问题 全是钱上问题 那你可以看出这个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村上大下 都是靠钱来开户 这我知道三十年前 提拔一个团级干部 就是要掏钱 就是要拿钱 那时候要十万 就打二十五年 三十年前这个样子 这个价 现在 所以这个 现在李尚峰 万上行贿 像小南你刚才讲的 有可能给国 军委第一副主席行贿 这都有完全可能 那他会出什么价钱 怎么弄的这个钱 现在还有一点 我也吃东西 有点搞不太明白 就现在的这个监督 检查 各种各样的设备 各种各样的什么东西 那是检查天楼地楼 你说你 李尚峰当国防部长 你想当国防部长 他得说是总装备部 总装备部部长 已经级别很高了 你已经属于 被中央可能 警卫局 警卫团什么人 肯定是重点监管流下了 你的钱从哪里来的 你在那时候 你要提拔到国防部长 李尚峰送 你怎么就躲过了这些监 对吧 那些监视的人 那些东厂那些人 你怎么就躲过去了 再说你的钱 肯定不是小钱 你不能给人送个 十万八万 百八十万 千八万都拿不出手段 这些钱怎么传递到 是魏丰和首领 还是这个 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霞 什么 你怎么过去 你旁边去监督这些人 都干啥吃的 天天都 你这都怎么弄的 这种事情 所以呢 只能说 这些现象 我们只能从旁边看一下 我们只是分析 已知的这些事实 已经知道 这是烂透了 这是烂透了 而且这个机构 根本也都没起啥作用 监督的人 也没监督好 你周围的那些 部那些眼线 也都没起啥作用 最后还是因为可能很有可能 是因为火箭军的事事发了 叫人交代揭发出来 才知道 还有这么多事 这人还这样子 这个真是很糟糕 这种军队上前行打仗 要是出了甲午海战 这样的败局 我觉得不奇怪 对 是啊 这个光从操作 这个上面来说 就是也是让人很惊讶 怎么操作的这事 是吧 这么大的钱 怎么转的账 这个账没有 这个你是拎着现金过去 还是怎么 这也不太可能吧 所以这个确实是让人 匪夷所思 所以我就在想呢 这个是不是到底是钱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还是钱可能只是一个小钱 这个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让这个最高领导层产生了不信任 那么就要把它弄下去 弄下去当然就找个理由 找理由就是说 这个钱的问题是第一理由 这个生活作风问题 那就是是吧 是这个 这个还不太好找 如果确实没有这个事 你还不好给他下安 因为它涉及到其他人 但是这个钱这个事呢 就是好像稍微容易一点 这个我们到时候等未来的历史吧 未来的历史在 在这个 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细节 暴露出来 上周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事 在中国苏州 这个6月24号发生的 就是说苏州的日本学校 校车遭到一名持刀男子的袭击 然后车上当时有几十名日本儿童 学童 一对日本母子在袭击中受了伤 但是呢 这个时候是有一位苏州的这个中国女性 挺身而出 这个拦住了这个 持刀袭击者 但是这位苏州的女性呢 自己被 被这个袭击者拿刀给 扎死了 当时是重伤了 后来抢救了 没抢救过来 扎死 那么可以说 这位女士就是胡有平 胡有平女士 她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保住了这个更多儿童 没有遭到袭击 这个事后来这个在这个中国大陆 传的影响很大 那么苏州当地政府也授予 他这个建议永违的这个称号 但是呢 网上也有很多就是说攻击他的人 就有不少 这个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 其实有相当一些人 就是说啊 你这个去为保护日本人 这个 这个献出自己生命 不值 甚至还有人说 就是说啊 日本人就应该杀 那么恶魔的后代还是恶魔 杀了也是应该 两位嘉宾有没有 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那我就说一句 就你刚才说的话 恶魔的后代 他们说所谓恶魔的后代 还是恶魔 我加一句 愚民的后代还是愚民 你就一直愚蠢下去吧 嗯 我觉得这位女士做得非常好 就是说实际上用她的生命挽救 为中国挽回了一些生育 如果说这个 这个歹徒可以这么说吧 如果要 要是行凶更多的人 那这个可能国际生育 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我想就这么 对国际的一个 对中国的一个观感 一个投资环境 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 嗯 是啊 那么就是说 在当今中国社会 这个仇日反日 或者说仇美反美 这种这么普遍的一个情绪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是我们最值得 从这件事中间 深思的 是吧 就是政府主导的宣传 它实际上纵容 甚至操纵了这种 仇日 仇美的这种 这个宣传 那么这个就是说来话长了 我们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下一次节目 可以再继续讨论 感谢 两位嘉宾啊 感谢 雅光和博洋 也感谢各位听众 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再见 谢谢 apore 感谢观看